我們舉例報告的部分還有要補充 我們先跟各位說明一下 我首先說明一下我們現在推特公民住宅的幾個 幾個容積率跟它的面積 跟這塊機率做一些比較 第一個就是安康 我們總共有3300戶 那現在已經在興建的安康D 它的容積是450 它的基地面積是3595平方公尺 就是0.35公頃 安康市場 剛剛早上剛簽約的 就是剛剛市場前面 它的容積是582 它的基地面積是0.59公頃 就是5920平方公尺 那剛才有陳前在問的是 松南寶清 它是容積率是300 它的基地是4799平方公尺 萬華的青年段 是容積率是336 它的基地面積是3595平方公尺 另外還有一個南港台北 它的容積率是450 但它的基地面積是8300平方公尺 所以這裡面基本上 我們現在在推特公尺出來 大概都以450的容積率 當作我們的一個規劃設計的目標 在我們這塊基地 雖然是400 但是我們有2.9公頃是13塊 就是所謂的設備容積 旁邊還有1.62公頃的公園 所以假如說以這兩塊來算 其實它的容積是沒有達到300 如果把傷害區擺進來 才平均322 所以這幾個數字 就是讓各委員了解 我們現在推特公尺住宅 另外一個就是說 以我們的檢報案子裡面 還有另外一個案子 就是成功國宅 因為我自己本身就是要成功國宅 我知道裡面的一個狀態 因為它的容積是477公頃 它是4.78公頃 那我個人是覺得在那個國宅 整個它的居住 外在的空間的這個設計 我的滿意度是非常非常高 因為在台北市 有這麼大一塊基地 能夠設計這麼大一個開放空間 就是很難的 那我們這塊基地 如果把公園也算壓距離 差不多4個多公頃 它的將來它的容積 絕對再透過設計去 達到很好的一個設計水準 這就是我剛剛第一點 就是在跟主席 跟各位委員補充的 另外有我們公營出租住宅目前 目前的 已經在出租營運的 在興建的 目前在規劃設計的 是盤點總共是8000戶左右 如果這個1500戶 進來 也大概就是9500戶 它不是整個戶數 大概95萬戶 也就是說 從公營出租來 大概這樣一個比例 說是差不多1%而已 差不多1% 那1%當然未來這個時間 還有它的興建實測 當然現在剛才有個數字 是0.6% 是把出租的國宅那部分算起來 因為現在目前大概只有5000戶左右 所以它的數字是0.6% 那是合理的 我剛才說 把這個整個 通融往下推放 也不夠達到1% 這跟其他世界國家的它的居數 這個所謂的公營政府部門 蓋的出租國產比例 相對來講是非常的低 因為不管是首爾 香港 新加坡 或者是日本 他們的幾個 大都市裡面的 大概公營的 住宅部分 大概都是以10%為基準 再往上加 再回來之後 這塊基地 剛才也有人提到 就是說 這個地質啊 水啊 日照 我想這個 都在我們的法規裡面 都有些規範 將來日照權 我們絕對會按照 我們的法定的規定 裡面去處理 那地質的部分 將來也都會有 所謂的鑽探 所以 將來在新年過程當中 一定會去考慮 這個所謂的安全因素 基本上我們對安全的因素 是不會打折的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前提之下 就是說再加上 我們這個地方的捷運 這個地方的公園 這個地方的學校 其實這種地區的濃縮力 來講是 應該是可以滿足的 所以我們上次就針對剛來 居民有一些提出來的 這個 陳琦的這個部分 來做講 補充的說明 謝謝 謝謝 發言局在針對剛剛陳琦明 就提出一些技術性的部分 做回應 第一個是 那個陳林輝 你主人這邊有提到說 松山區這個保新段 它基本上它的使用分區 是鑄三基率跟鑄三 那它的這個平均容積率 大概是接近兩至三百 因為它鑄三的部分 只有一點點 那當初因為這個是中央出地 然後地方出錢 我們是必須要在波用土地的 一年內動土來興建 所以呢我們預計 最晚今年十月 一定是要做開工的這個動作 所以呢當初是沒有透過 都計畫的一個法定程序 來調高它的容積率 那第二個是提到交換衝擊 這個法定品車位是怎麼估算呢 所有的法定品車位都是依照 台北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制製條例 譬如說以住宅區來說的話 以住宅使用的話呢 就是每一百二十平方公尺 要設計一輛汽車 一百平方公尺 要設計一輛機車 所以我們就會分別得到七百多個 這個法定的這個停車位的這個數量 那依照我們公營住宅的這個 一個實際使用的經驗呢 大概住戶需求會是法庭的六成 所以多了這個四成的部分 我們其實是會開放社區的民眾 來做停車利用 然後第三個部分是有關博德 有提到說二十七條第一項 這個第四款 都市計劃訊行變更的一個釋法性 基本上都市計劃二十七條第一項 第四款的部分就是 中央或是地方興建的這個重大設施的這個部分 那公營住宅一直就是我們台北市 非常重要的一個 重要的一個政策 所以呢我們市政府評估這個釋法性 是沒有疑問的 然後第四個部分是有提到說 有關這個地級的這個分割 這個分割文報告 事實上這三塊基地 商業區公園用地跟社府設施用地 它的地級都是分割完成的 所以而且它也都是一個獨立的使用 不好意思現在沒空沒空 它現在就是一個建築的一個 建築基地的一個利用狀態 那第五個部分是有提到說 是不是沒有計算商業區的這個計劃人口的這個部分 跟各位委員報告 雖然說在九十五年的這個計劃 是說商業區可以有百分之五十上限的這個住宅使用 但是目前我們市政府在對於商業區 在地上覺得這個開發的設定的時候 是不希望這邊是做住宅使用的 所以商業區其實是沒有計劃人口 因此我們剛剛推演的這些公園 或者是公共設施服務水準的部分 是沒有問題的 那第六個部分是有提到說 市府這個公營住宅的這個 這個容積率提高的部分 那我們前面也已經有提供說 發含像台肥 南港台肥跟文山區的這個公營住宅 我們其實都是透過都市計劃法定程序的這個處理 把它從二五的容積率提高到四百五十 所以這個不是第一個案子 然後最後一個部分是 民眾都會提到說模擬的部分 上次其實我們已經誠心過了 有關模擬建築配置的部分 不是在都市計劃這個階段 在後續都市設計審議跟市部設計的階段 才會有一個比較確切的一個量體的分佈配置 那還有民眾有提到說 那為什麼北邊是沒有辦法退縮這個五十公尺的部分 可以請各位看到這個右邊的這個圖形 其實我們北邊的部分 我們已經盡可能退縮了二十二公尺的部分 那中間還有三個素群 就是有A0 A1 A2的素群 我們其實也是希望可以做原地保護 那中間因為既有的受保護樹木在中間了 所以我們的整個基地的這個深度 是一百二十五公尺左右 所以我們如果再退掉的部分 再加上受保護樹木的話 可能在建築配置會這樣的受限 所以我們是建議是說 三邊連續計劃到的部分各是三十公尺 還有一上半就做補充 好 謝謝 好 我們下面就請 我們這個案子有專業小組 那專業小組趙委員就請張惠霖 趙委員